主角 其實剛剛那個不是主角 但其實今天這個台主角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是FX9 那其實剛剛有提到 其實你可以看到Sony在整個數位電影的那個產業鏈來講的話 我們從最以前的所謂的F900 一直發展到後面的Vanus 就我們剛剛介紹那台Vanus的部分 那為什麼他寫2017年 其實他2017年的年底才發展出 才那個正式推出來的 那當然除了那個數位電影在用的以外 但是使用PL-mount鏡頭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那個Sony E-mount鏡頭系列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之前的像F-S系列的 F-S100、F-S700、EA50、F-S700R 一直到F-S7、F-S5、F-S7 II 那我們現場在你們的右後方那邊有兩台 一個是F-S5、一個是F-S7 II的展示 那其實這些都是屬於E-mount系列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有FX9 你會想說那這個X跟之前的F-S到底差在哪邊 一個是S、一個是X 那最主要的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系列的一個產品 最主要它使用的是全面幅的感光元件 為什麼呢 因為Valance的設備很好 所以呢它把Valance的優點把它拿過來用 然後呢 因為之前的F-S的設備也不錯 比如說它有一個 它有所謂的那種像槍型的那種拖槍式的一個設計 可以讓你今天在拍攝的時候 就這樣拿著 扛在肩膀上可以跑或者怎麼樣 然後甚至它裡面有搭配了 所謂的電子式濾鏡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我們以前的傳統的ND鏡 不就是一段、兩段、三段 你可能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六分之一 你只能這樣子去轉而已 那它可以做到就是像無段一樣 就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分之一、八分之一、九分之一 一直要往上轉上去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的一個F-S系列的部分 那再加上Alpha相機 它本身有一些很多的AutoFocus AutoFocus它有一個很好的演算法在裡面 可以快速對焦 甚至它有Alpha相機相關的一些E-MOM的鏡頭 其實它就是綜合的這三個 特色產生出來的一個新的設備 就叫F-S9 F-S9 那它的感光元件 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使用Full Frame感光元件 因為Venice是Full Frame 所以它也承起Full Frame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的感光元件 在這樣的設備上面使用 所以呢 它是第一 也是6K的Full Frame感光元件 那因為Venice它的那個 它的曝光動態範圍高達15檔以上 所以它本身也具有高達15檔以上的動態範圍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講 Alpha的相機 它有很快速的對焦的一個演算法 所以呢它也把這一塊部分把它放到這台機器裡面去 所以它今天在拍攝過程中 如果你對於對焦上面來講 你是需要有協助的話 你可以啟動它的那個自動對焦功能 它去幫你做自動對焦 那再加上因為F-S7 本身有這些所謂的 RAW OUT的部分 所謂RAW的那個資料輸出 還有一些CinemaTone的一個 射通在裡面 包含一些所謂的 那個電子式濾鏡的一個功能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這一台機器F-S9 是集合這三塊的特色在自己的身上 X有點類似像是交錯 把所有東西放到這邊來的那種概念 所以這是一款新出來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剛剛講 它本身具有數檔以上的那個 曝光的一個高動態範圍 那因為F-S9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有兩個基礎ISO的拍攝模式 一個是500一個2500 那在這一台那個F-S9 它也承襲了這樣子的一個 Dual ISO Base這樣子的一個拍攝模式 但是你會發現它的Dual ISO Base 一個是800一個是4000 一個800一個是4000 其實它的概念就跟我們剛剛講 5002500的概念是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是在那個 日光充足 或是整個那個陽光非常充足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用800來拍攝 那如果你今天拍一些比較夜景 夜景啊 或是所謂那種比較室內 燈光比較不足的地方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設定到4000的模式去拍攝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可以透過這樣子 ISO Base的選擇 可以取得更好的動態範圍 那它本身的話 錄了格式的話 它的那個Gamma是使用S-Log3 那你們會想說S-Log3到底什麼 基本上你看左邊的照片 S-Log3拍起來就是這樣子 平淡無奇的 沒有所謂的 你會覺得顏色的那種保和度沒有很高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最主要是 就是我們在一般的標準的Monitor去看的時候 你的那一個0到1600這樣子的動態範圍會被壓到 所謂的0到100這樣子的一個亮度訊號裡面去看它 所以呢它所有的那些 色彩的那個保和度 可以在因為這種所謂的SDR的螢幕上面去看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色彩濃度 但是因為對於後期來講這個東西是很好 是因為它可以透過後期的調光調色去把那些顏色拉回來 所以呢透過S-Log3的話 它可以 這動態範圍可以0到1600這樣動態範圍去把你整個拍攝場景的一些資料量 整個記錄下來 那另外的話所以呢 你經過那個右邊的那個攝影 比如說S-Log3或是S-Log3 Cinema這樣子的一個套色的部分 一套回來之後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拍攝的一個 一個 那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Alpha的那個相機有非常快速的一個對焦的一個演算法 所以呢 我們在整個Full Frame來講的話 基本上大概有90%左右的一個對焦點的部分可以做對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左邊的話大概 它有提到是561個對焦點 那基本上它的涵蓋率的話 如果是以一個整片的那個感光元件來講 它幾乎涵蓋了90% 那我們剛剛講到Venix的話 它是使用所謂的光學式的濾鏡 那在那個Fx9的話它是使用是屬於電子式的濾鏡 所以呢它的電子式濾鏡的話會在那個Sensor的部分 感光元件的部分 你透過那個電子式的一個那個ND的概念去做所謂的減光的動作 那所以呢它現在做減光的時候它就不會像那個濾鏡式的那種做法就是這樣子一段一段的把它調到平 你可以透過旁邊的旋鈕用轉的你可以轉 好我現在要四分之一的濾鏡 五分之一的濾鏡 六分之一的濾鏡 甚至我現在要一百二十一分之一的濾鏡 但是如果你在一般主要如果你們本身有像很多那個媒體大哥你們都是用單眼相機來拍 你會知道說那些濾鏡一加上去就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十六六四一二八分之一 它是讓分五再乘上去的那種概念 所以你沒有辦法選一個 比如說我要一百零一分之一這樣子的濾鏡的一個功能 那在電子式上面來講它就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特色去幫助 然後它本身也把那個那個數位電影在用所謂的S-Theme Tone這樣的東西放在裡面 所以你今天在拍攝的過程中如果我在拍攝是不需要後期調光 或是我今天在拍攝的過程中我介紹給Finer來看 或是給所謂的Monitor Out給外面的那個導播 或是給外面的製作人來看我現在拍攝的場景 我可以直接套中所謂的內建的那個套色上面去 直接輸出來給導播或製作人來看 那這邊是一個總和就是告訴你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角 它的那個感光元件是Full Frame全片幅的XModeR的CMode的感光元件 它所使用的那一個Lens的Monster是Emon的Monster 那它的錄影的那個主存媒體的話 它是使用SQD的媒體的記憶卡 基本上它所支援的格式就是XAVC Intra 或是Long Long Gap 這樣子的格式 或是MPEG的格式 那如果你是選擇像KIT的話 基本上它會搭配一個鏡頭來 那可能在座的有些媒體 可能你們有在有聽過就是說 那Sony推出來的那個 的攝影機好像是有支援到30p 那其實這個聲音我們也聽到了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在今年的6月份的時候 就是今年的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一個新的版本會釋出 那這個版本升級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支援4K的60p的Full Frame的拍攝 那當然在HD來講的話 你可以支援到180p的高格的拍攝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那個DCI所謂的4K的4096A160拍攝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版本升級的時候 就會有支援這個格式的錄影 錄影格式 那當然你們可能會想說 那你錄在那個記憶卡上面都是壓縮的 那如果我今天有弱的需求可不可以 那你就可以搭配後面的那個後掛 那個SDCA這個後掛 就是後面這一個 那他後面有個SDI的輸出 就可以輸出16位元的RAW檔 RAW的那個DATA出來 那你後面加一個所謂的RAW Recorder 這個RAW檔的記錄器 就可以把RAW的資料錄在那個記錄器上面去 那剛剛那個是機器的部分 那也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整合以外 後來我們也開始去思考說 那這麼好的設備是不是應該搭配一個不錯的鏡頭 能這樣拍攝起來才會能像得一張 對不對 所以呢 因為我想大家對這個圖應該都很清楚 Sony一直致力於EMON這樣子一個 一個 所謂的鏡頭上面的推廣 所以呢我們也 從在EMON的鏡頭上面來講 由原本的APS-C的 進行發展到 像SUPER 35厘米 一直到全片幅的一個 ALFA的一個專用的全片幅的鏡頭 那當然在Sony的一系列的 所謂的攝影機來講 會從Consumer端 的所謂的ALFA相機 直到你們現在看到的 旁邊的一些像專業的攝影機 直到電用攝影機 我們在整個這樣的一個策略的模式下面 我們做相互的支援 我們在我們產品裡面可以使用 所謂的EMON的一個鏡頭部分去做拍攝 那也可以讓大家 雖然你可能是只是一些 一般的Consumer的一個使用者 但是如果今天想要更好的影像畫質 那你現有的鏡頭搭配使用 你就可以選擇這樣子的攝影機 搭配你現有的EMON 就可以去拍攝比較好的一個影像製作 所以呢 它是從傳統的Lens的操作 一直把再加上ALFA的一個鏡頭技術部分 加進來之後 我們也會在今年的春天 我們會推出一款 所謂的CINEMA專用的一個鏡頭 EMON的鏡頭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規格 它是16到35厘米焦段的 那光圈值是T3.1的一個光圈值 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的話 我們會在今年的春天 春天應該不久就會來臨的 我們希望說這一顆鏡頭可以 有機會可以分享給我們的媒體 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這樣子一個CINEMA Lens的一個魅力 那以上是我針對 Vanus跟FS9產品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沒想到是不延旁 我們已經不滿足了 我們先到一半 然後我們先到一半 旁邊的女風 我們先到一半 旁邊的音樂 我們先到一半 可以去一點 計程度 我們先到一半 我們先到一半 過去 旁邊的一個 旁邊的一個 旁邊的一半